美国政府当地时间25号批准价值近2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 项目包括地空导弹系统和雷达系统 岛内绿营为此次嗨并炒作称 这套系统已在乌克兰战场经历实战测试 如何看待美国专为台湾方面量身定制的这场大型杀猪盘 这些美制武器真能帮助台军形成体系战力吗 两岸时事评论员谢南 郑又平带来全面分析 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一面挑衅大陆大谈备战之事 一面大搞所谓全社会防卫任性 甚至向岛内高中生发放所谓青年扶勤同意书 引发社会恐慌 再次暴露其名玩不化的台独立场和升高两岸敌意对抗的险恶用心 本周台湾大话王带您来看嘴上说着和平 实际是在穷兵补武练兵备战的赖清德当局 如何演绎最后的疯狂 以色列26号凌晨对伊朗发动袭击鱼波荡漾 外传以色列此次行动听从了有关国家指令 并且事先告知伊朗打击位置 遭到以色列否认 以色列此次打击伊朗的行动是按照剧本在走吗 美国总统拜登表态 希望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到此为止 但以色列政客公开唱反调 如何看待美国与以色列方面的最新反应 时视频的袁苏晓辉由独家观察 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诗元 首先来关注 10月26号 美国国防部发布消息称 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总额 19.88亿美元的对台军售 包括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和雷达系统 对此 外交部发言人当天在答记者问时 做出回应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规定 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严重破坏中美关系 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中方强烈谴责 坚决反对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发言人指出 美国执意以台制华 以武注读 与美方领导人的不支持台独表态 完全背道而驰 与双方稳定中美关系的努力 完全背道而驰 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武装台湾 立即停止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危险行径 中方将予以坚决反制 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和领土完整 对于美方宣布 新一轮受台武器计划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今日应询做出回应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应询表示 美方一再违背 其领导人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助长台独冒险行径 破坏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正告赖清德当局 买武器买不来安全 只会让台湾更加兵凶战盃 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 台独分裂行径和外来干涉 阻挡不了大事 动摇不了我们解决台湾问题 完成国家统一的决心意志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军方向美方采购F16V战机 交机七成持续延宕 可是台军方此前仍按合约付款 七成结会付款 台审计部门近日对此情况发函 请台军方检讨改善 台军方表示已修订合约 延后付款七成 避免资金置存美方 台军方向美方采购 66架全新的F16V 可能安装全新内嵌式电站系统 附射之盾 可干扰敌方电子信号 还可挂在AGM-154 联合巨外精准攻击弹药 目前我们所谓的精准弹药 其实大概只有小牛背弹 它设置很短 那我们对地打击这个部分 其实一直都很缺 那有了这个AGM-154之后 就表示我们这个可以延伸 进行这个精准打击的能力 为强化空防 台军方2019年 向美采购66架全新的F16战机 结果遇到各种因素 美方不断延迟交击 报道称 台审计部门近日指出 美国对台军售的F16V战机 交击七成延档 原定2023年第四季出厂第一批战机 经美方告知 需延后至2024年第四季出厂 但并未配合调整付款七成 台军仍依原规划七成结会付款 进而喊请台军方检讨改进 台审计部门表示 经追踪改善情形 太空军已于2024年3月 修订合约付款七成 将原定于2024年第一季 及第二季付款金额 共计6亿多美元 配合实际交击七成 延后到2024年第三季 至2026年第四季期间付款 并积极管控美方产制及交击进度 根据华盛顿智库卡托研究所 9月的揭露 目前美国对台军售 基欠总金额高达205.3亿美元 和新台币约6600亿 2024年台湾地区的防务预算 为6068亿新台币 换而言之 美国还欠台湾地区 超过一年防务预算等值的军品 相关话题 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 首先要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 郑又平先生 郑先生您好 针对美国批准新一批对台军售 民进党当局又自嗨了 但是这对于台湾真的有用吗 考虑到美对台军售迟迟无法交付 那么这一套系统能帮助台军 形成体系战力吗 首先我们必须要注意到 这一次是拜登总统在他的任内 第17度对台湾批准军售 而且他的金额相当庞大 高达19.88亿美金 所以在岛内独派人士非常的兴奋 他们认为说 这就代表了美国对台的坚定的承诺 但是我们必须进一步的去仔细分析 就会发现这个里面还是有它的问题的 主要卖的是两个部分 一个是长城的防空雷达 另外一个就是先进的地对空的飞弹系统 这个飞弹系统它可以说是短层跟中层的防御系统 但是它能不能够跟台湾现有的 其他的飞弹防御系统连线 而且要连线的顺畅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究竟未来能不能够形成一个防御的火网 这个还有待验证 除此之外呢 它的这个供应商是雷神公司 而我们大家都知道 雷神公司日前才因为这个福报价格 被美国政府裁罚9.5亿美金 像这样子无良的这个军火商 这一次呢又变成是台湾的这个供应商了 所以台军呢当然心里面非常不是滋味 重点还是在于说到目前为止呢 美国跟台湾当局签了合约交了钱 结果还没有办法按时交货的武器 已经高达205亿美金 那么这一些雷达跟所谓的这个防空飞弹系统 能不能够按时交货 这个恐怕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说台湾方面 当然是一厢情愿的自嗨 因为民进党其实自己心知肚明 他们要的也无非是一个借此对岛内宣传 证明美国没有依赖论 证明美国不会把台湾当作棋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说辞 到最后恐怕吃亏的还是台湾民众自己 谢谢郑永平先生 我们再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谢南先生 谢先生您好 在美国大选即将来临之际 美国总统拜登是批准了 其任内最大一笔对台军售 这说明了什么 而拜登政府加码武装台湾究竟有何居心呢 那么在我看来 这次美国对台军售的时间点 也确实选得非常的敏感 因为现在是美国的大选的一个关键期 一般来讲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期 美国政府在涉台问题上不应该有大的动作 但是美国政府在如此敏感的时期 公布了对台的大规模的军售 在很大程度上 是拜登政府希望以此行为 来讨好美国内部的极端保守派 也就是军工利益集团 通过这样的一笔对台军售 对其进行相应的安抚 以希望为他的哈里斯拉更多的选票 而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更危险的就是 如果看这一次的美国对台的军售的具体的内容 我们会发现美国是在按照一个所谓的典型的不对称战略 对台湾进行相应的打造和塑造 他要求台湾按照美国的要求 打造成一个所谓的毒蛙 一个所谓的豪猪 必须按照美国的要求 去提升所谓的不对称战力 因此这一次美国对台军售的内容 主要集中在地对空的导弹系统上 它其实强化的就是台湾的所谓的防空能力 其目标对象就是冲过中国大陆日益增长的海空军实力去的 就是要通过打台湾牌来遏制中国大陆的发展 而我们还需要指出的就是说 在这样的一个敏感时期 发动这么大的一个规模的军售 其实确确实实会使得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更加的嚣张 这也会使得未来的两岸关系充满着风险与波折 我们要严重地指出 美国的这个行为其实对于中国而言 是一个典型的违背政治承诺的行为 这也会使得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 面临更大的风险与波折 拜登政府这是变着花样在为民主党助选 甚至自己都不用花钱 自然就有民进党上赶着掏钱当铠子 毕竟党内所为台独势力这段时间也被吓得不轻 谢谢谢南先生 我们再来关注 据台湾中视新闻网26号报道 台军澎湖防卫指挥部日前执行镇江操演火炮射击 台军M60A3主战坦克CM21装甲车 在火网掩护下发射炮弹 进行所谓摊案战斗 对此曾任澎湖守备旅旅长的台陆军 退役少将质疑道 战车在海边排成一排 完全暴露在阵地中 这究竟是作秀还是演练 台陆军澎湖防卫指挥部 吉布莹表示本次操演模拟解放军以渔船登陆进行作战 不过台陆军退役少将栗正杰指指 台军的演练完全乱了套 因为澎湖的地形不适合渔船登陆 解放军不会采用这种方式进攻 此外 栗正杰指出 台陆军把战车推到前面去 完全暴露在阵地中 无疑是重大漏洞 你到底是作秀给记者拍 还是说你要演练实际状况 演练实际状况 那边有很大的一片的这种防风林 是树林 合理来讲 你应该在那边构建你的这个掩护阵地 然后这样才能够结合实战 这次政养操演 纯粹就是这个一阵烟火秀了 达不到实际上面作战的效果 如果真的这样打仗的话 其实我真的替这些官兵感到很危险 栗正杰进一步指出 此次演习的战术完全违反作战原则 这些战车在海灾上面排一排 我们看到那个镜头是这样的 一排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你这时候应该是一边射击一边激动嘛 才有可能达到说是这个防护自己的目的 先求掩护 这要次求发扬火力 你自己不先掩护好 你在那边只求发扬火力 这是完全违反的作战的战斗原则 针对本次镇江操演的荒谬战术 岛内网友也嘲讽到 防务部门的大官们想想吧 不要只是秀那种没有实质能力的肌肉 只是凸显我们真正实力 只是如此而已 外行领导内行 将帅无能会害死三军的 还有网友一针见血的指出 绿营支持者月教 代表将军说的全是真话 摆拍的烟火秀 大可不必 此前 台海军司令唐华 接受外媒采访时直言 解放军在赖清德当局上台后 实施了蟒蛇式的军事战略 只要愿意随时可以封锁台湾 所以他建议台湾方面应该克制 避免挑衅导致台海冲突 对此台湾时事评论员郭正亮表示 对于两岸军事实力对比的现状 台军很清醒 但民进党当局仍要藉由军事挑衅动作 来忽悠台湾民众 问题是绿营的大内宣就是这样 因为他大内宣就是要麻痹支持者 尤其要让绿营的选民相信 我们没有问题 这种军事科技的东西 你不要欺骗老百姓 我们继续来请教台湾史评论员 郑又平先生 郑先生 台陆军鹏防部执行所谓 镇江操檐火炮射击 但是不少演练动作被批评是在作秀 您对此怎么看 而台军大张旗鼓逢迎拍马 却又自爆其短 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这整个澎湖的演练 根本就是民进党 为了要对内宣传 为了要对美方有一个交代 所以刻意安排的 一场烟火秀罢了 而这场烟火秀究竟是不是真的有助于 澎湖地区呢 去这个预作准备 面对未来可能有的军事冲突 其实大家都知道是一无用处可言 台湾的军队 这么多年来 都一直养成了一个恶劣的习性 也就是说他们会作假 他们会作秀 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去演练 训练自己的作战实力 恐怕像这样子的作为呢 只是满足了台独政客的野心 只是满足了绿营当局大内宣的需求 台军这样子的作风 其来有志 碰到了民进党的赖清德 喜欢作秀 喜欢自我感觉良好 当然他们就会逢迎拍马 顺着他的习性呢 去做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演练 很可笑的就是 民进党从赖清德上任以来 变本加厉 他们他用文人来当作这个防务部门的首长 但是他的将官呢 就必须要听命于这一些外行的文人 其结果就会出现像澎湖这一次 镇江操演这么可笑的巨马 未来如果台军在持续的执迷不悟 在这样子的政治挂帅的领导之下呢 去做各种政治秀 其结果就是如果碰到了真正军事上的需求 或者是冲突战役的时候呢 恐怕台军是完全不堪一击的 的确啊都说了是大内宣 那么重点在哪里呢 当然是得有人给民进党当局包装宣传 看那一众媒体声势浩荡啊 倒是成了这演练最具实力的项目 唇枪舌舰 实质上烟火熊没有什么好看的 这些媒体为了完成任务 天花乱坠的吹捧 更没有什么好性的 谢谢郑又平先生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我们再来关注 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 一面挑衅大陆大谈备战之事 叫嚣台湾人准备好打仗 以免大搞所谓全社会防卫任性 甚至向岛内高中生发放所谓青年扶情同意书 引发社会恐慌 再次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立场 和升高两岸敌意对抗的险恶用心 本周台湾大话王带您来看 嘴上说着和平 实际上是在穷兵独武 练兵备战的赖清德当局 如何演绎最后的疯狂 日前台所谓驻美代表于大雷 接受美国媒体福克斯新闻专访时叫嚣 台湾民众已准备好作战 并声称不需要美军帮忙 引发岛内各界热议 除外代表在外面的发言 代表政府 代表赖清德政府 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 外国都应该充分掌握 包括他打回答的这些事情 我觉得他们这个话有一点点 就是顺着川普的话讲 因为这个是Fox News 跟CNN的话讲法又不太一样 Fox News的时候 他是支持共和党的 共和党的媒体 所以第一个就被人说 你放心我们自己会打 你如果要来帮忙的话 我也欢迎 就这样子 余大理代表 你发这个言有经过谁的受益 你是经过谁的同意 在美国这么重要的主流媒体 去宣达台湾人准备战争 你是经过谁的受益 你凭什么代表我们台湾人宣布说 台湾人已经准备好一战 所以我不觉得他像是一个资深的外交官的发言 也不像是一个应该要维持两岸稳定 两岸和平的政府官员的发言 我觉得他的发言还真的像黑熊部队的发言 面对排山倒海的踏伐之声 台所谓驻美代表处辩称 外界指控不仅持续错误 张冠李戴 内容也颠倒黑白 意图误导视听 台外事部门主管林嘉龙也青上火线 将于大雷主动引战言论 粉饰成所谓应对大陆袭击台湾 林嘉龙还宣称 若台海发生战事 希望美军能够协助台湾 万一真的哪一天走到战争的时候 我们真的不需要美军的帮忙吗 很希望美军能够协助台湾 不过就在本月17号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再次被问及台海紧张局势 美方如何应对时 并没有表示愿意武力援台 而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现任副总统哈里斯 在最近的专访中 也据谈是否动用武力保护台湾 蓝英明代表示 这就是打脸民进党当局 就是美国不会出兵 这是经济制裁 中国大陆 那些期待美国出兵的幻想 应该可以破灭 美国不管是现任总统 到总统候选人 没有一个承诺出兵援助台湾 但民进党当局官员 仍在不断鼓噪所谓备战说 甚至一度还向高中生 发放所谓青年扶勤同意书 引发社会恐慌 台防部门主管顾力雄 对此竟然还诡辩称 这只是要学生学会自救护救 学生在这个方面 要继续维持的理由是什么 我们来跟别条 有关的这个部分 学生 这个他的主要的任务 那我想还是以防 作为自救护救 作为一个重要的 在教育训练当中 他要如何自救护救 这样的能力的一个训练 里面没有写啊 里面写到的只有学生编组而已 他并没有写说 不需要参与军事的支援 眼见顾力雄与瑟 台防部门官员急忙缓夹 声称学生的任务 编写在另外的文件当中 对此有岛内舆论指出 青年扶勤同意书的依据 是所谓全社会防卫条例 里面却只写了支援军事情务 根本没有写明范围 就要学生签字画压 是非常粗糙的文字游戏 我不想当跑回啊 这样子不愿意啊 只要绿色不搞台独 他就回答过来 政府走狗都跑了 我们怎么还在这里啊 要问你的是 你看到这张照片 看到这样的话 有什么感觉 我想我们要强化 自我还会能力 跟决心 那是不是请那个 赖清德 要跟 陈水扁请议一下 自己的小孩去当兵啊 要用 扶勤同意书 可以 先请绿营高官们 你们的子女 都先签下同意书嘛 或者是请你们 有在海外的那些子女 有拿绿卡的 都先回来一起 保卫台湾这块土地嘛 不要把人的儿子死不掉 你知道他们这第一波同意书 那个下场多惨 你知道 为什么顾力熊说要收掉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们本来目标40万 对不对 那个同意书 听说到现在签了3,700 现在没有人想要打仗啊 家长更不可能会希望 自己的小孩去打仗 所以我觉得赖兴德你要搞 你就明搞 你搞这种手段 只会让人家看笑话 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院长包正豪 一针见血地指出 动员16岁学生的潜力 是二战末期 纳粹德国和日本的最后疯狂 而民进党当局却拿来当成防务政策 想也知道 这是所谓对内认知作战 一场戏而已 而在解放军在台岛周边举行 联合力舰2024B演习之后 又有绿媒炒作 未来解放军有可能实施封锁台海的战术 对此台防部门主管顾力雄 23号在台立法机构接受质询时叫嚣 如果解放军未来发动封锁台海的行动 就属于战争行为 台军将进入应急作战阶段 所谓封锁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是属于一种战争行为的一种太阳的话 我们整个就进入了紧急应变作战阶段 不过顾力雄很快又转变化风 最近大家都在讲封锁这个议题 跟封锁 因为最近这个联合力舰说围台的这个封控 它这样的围台封控是一种操演 或者因为它用英文用drill是一个操演的一个性质 它没有划定这个详细的经纬度 也没有一个进行区的一个公告 针对赖清德当局官员频频鼓噪备战说 马英九26号强调 两岸问题真正的关键在于诚意与善意 有了解决问题的诚意与善意 其他的问题都比较容易解决 这才是真正的关键 他要问的是 民进党当局真的准备好一战了吗 台湾民众都同意在没有进最后努力前 就要我们的孩子走上战场吗 他呼吁赖清德要慎思 以维护台湾最大的福祉与利益 好的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继续回到海峡 新感谢 欧皮就像月球 表面欧吐长东西 新海飞丝去蟹 丰富泡沫 深入重心 直达十九 挑战360度 去蟹无盲区 去蟹护头皮 当然新海飞丝 爱我蓝色海洋 保护海洋 你我同行 要贴得干净 男人只能这样 极烈极光刀 灵动顺贴盘 贴合男涕部位 持久干净 肌肤舒适 男人的选择 成就更好状态 极烈 欢迎回到海峡新感谢 我们再来关注 据台湾媒体报道 欧洲议会跨党派议员 10月27号抵台窜访 此次窜访团 由欧洲议会 所谓友台小组主席 盖勒率领 报道称 这是欧洲议会 今年6月全面改选后 第一个窜台的 欧洲议员访团 据台媒发布的 台外市部门通告显示 欧洲议会 跨党派议员团 于10月27号至11月1号 窜访台湾地区 由欧洲议会 所谓友台小组主席 盖勒率团 成员包括 欧洲议会议员 库塔 柯安杰等人 报道称 窜访团在台期间 将与台湾地区 副职领导人 萧美琴见面 接受台外市部门 副主管的接待 另将与台立法机构 民进党当局各部门 民间团体代表 及主要政党 就政经情势发展 经贸关系 地缘政治等议题 交换意见 并寻求合作 此前 外交部发言人 曾就欧洲议会 有关人员窜台 作出回应 表示 台湾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个中国原则 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也是中欧关系的 政治基础 欧洲议会 作为欧盟官方机构 理应遵守 一个中国原则 中方坚决反对欧方 同台湾进行 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敦搜欧方 确实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 在涉台问题上 谨言慎行 避免干扰 中欧关系大局 今年6月 欧洲议会 进行全面改选后 10月24号 欧洲议会 通过涉台决议 当时 有不少台媒 大肆进行报道 但在报道的评论区 有许多岛内网友 争执 这是毫无意义的表态 看看就好 还有网友 嘲讽民进党当局 这次又不知道 花了多少钱 去买支持 更有网友 提醒欧洲议会 要不要看看 自己议会的名字 前罪写的是什么 还管亚洲的事物 就此话题 我们要来请教 台湾时事评论员 李建南先生 李先生您好 今年6月全面改选后的 欧洲议会 近日是刚通过 所谓挺台议案 跨党派议员团 立刻就窜访台湾地区 他们为什么表现得 如此迫不及待 被民进党当局 裹挟的台湾社会 这一次又要付出 多大的代价呢 欧洲议会 它通过这个议案 它根本就是一个 诱骗台独人士 忽悠台湾人的 一个烂招 一个建招 因为我们想请问你 你欧洲议会 有没有权利 讨论台湾地位问题 第二个就是说 你做出的决议 能够形成 欧洲所有的国家 在这个外交政策上改变吗 所以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他的目的就是说 配合这个就是说 他忽悠台湾人 今天有这个议案 然后到台湾来 那这中间的经费 当然都是台湾出的了 目的当然就是说 借着台独人士呢 以为呢 有底气 然后挑衅中国大陆 欲越红线 就会造成呢 两岸呢 这个不安 那知道 现在整个呢 美国跟欧洲呢 第一个呢 俄乌战争 一拖再拖 然后呢 中东战争 欲言欲裂 那这种情况呢 他们不甘愿呢 中国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 中国无战事 然后安定求发展 所以他一定要在这边呢 不管是半岛也好 不管是南海也好 还有这个台湾也好 都希望制造一个问题呢 让中国卷入战争 陷入战争 但是中国保持定律 那不去 不上当 那这个时候 他就想尽办法挑衅 那一些台独呢 就给这些没脑的这些人呢 他呢 为了这个 就是说 以外谋独呢 以为这是机会 那么这个呢 会造成呢 台湾呢 整个就是说 无可挽回的一个毁灭 所以呢 理智的台湾人呢 都是不会上这个当的 但是呢 整个呢 伤心病狂的 一些台独人士呢 他会怎么做呢 这个是让台湾呢 都是 这个非常为这个事担心的 好的 谢谢李建南先生 下一节 我们将带您关注 以色列26号凌晨 对伊朗发动袭击 一波荡漾 外传以色列此次行动 听从了有关国家指令 并且事先告知 伊朗打击位置 遭到以色列否认 以色列此次 打击伊朗的行动 是按照剧本在走吗 美国总统拜登表态 希望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 到此为止 但以色列政客公开唱反调 如何看待美国 与以色列方面的最新反应 时事评论员苏小辉 有独家观察 保护生物多样性 珍爱森林 珍爱湿地 美丽家园 精心呵护 人知操虑 无若诚实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 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目光转向中东 当地时间26号凌晨 以色列对伊朗发动 命名为忏悔日的袭击行动 以导致伊朗至少四名军事人员死亡 对此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强调 此次军事行动不是遵循任何外部国家的指令 伊朗方面则克制回应 表示将优先考虑加沙停火 伊朗当地时间26号凌晨 以色列战机袭击了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 首都德黑兰 附近的卡拉吉 以及东部城市马什哈德 发生了至少7起爆炸 以军在当地时间26号宣称 此次被称为忏悔日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27号有研究人员称 卫星图像显示 以色列26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袭击 破坏了被于德黑兰附近的大型军事基地 帕尔清和大型导弹生产基地 霍杰尔的几栋建筑 与生产弹道导弹固体燃料相关的设施 遭到精准打击 研究人员称 由于用于生产固体火箭发动机推进剂的 工业搅拌机体积大 结构复杂且受出口管制 更换难度较大 因此此次设施受损 很可能会阻碍伊朗生产先进弹道导弹的能力 据悉 以色列摧毁了12台 用于生产远程弹道导弹固体燃料的设备 另有以色列消息人士称 这严重损害了伊朗更新导弹库存的能力 并可能阻止伊朗进一步 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 伊朗半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 援引伊朗防空部队的声明说 伊军集成防空系统成功拦截 以色列的侵略行动 以色列打击行动造成的损失有限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表示 伊朗方面有权回应 以色列军方当天早些时候 对伊朗发动的恭喜 但伊方优先考虑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 达成持久停火 路透社和法行社等多家媒体 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 伊朗方面淡化乙军空袭 回应较为克制 报道称 以色列军方26号晚放宽了 其北部地区的部分安全限制 显示乙方认为 伊朗及其盟友不会立即发动大规模暴风 另据美国媒体爆料 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此次空袭之前 曾通过多个第三方 告知伊朗乙军将袭击哪些地方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对此予以否认 称相关内容错误且离谱 当地时间26号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 就当前局势进行通话 期间奥斯汀重申了 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 并表示 目前仍存在利用败交手段 缓解该地区紧张局势的机会 包括加沙地带被扣押人员 释放和停火协议 以及黎巴嫩允许 离以临时边界 蓝线两侧 平民安全返回家园的协议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表示 以色列对伊朗的最新报复性袭击 似乎只针对军事目标 并表示 希望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 到此为止 而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也做出类似表态 然而在以色列国内 包括民族团结党领导人 本尼甘茨和极右翼的 国家安全部部长 伊塔玛尔·本格维尔等政客 仍继续放话称 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远未结束 现在只是开场一击而已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在以色列国防军 攻击伊朗境内目标后 对中东局势持续升级 表示深切担忧 他表示 所有导致局势升级的行动 都应受到谴责 必须停止 古特雷斯紧急重申 他呼吁各方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包括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 尽最大努力防止全面的地区战争 重回外交谈判的道路 相关话题 我们要来请教 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苏晓辉女士 苏女士您好 首先想请教的是 以您的观察 以色列此次打击伊朗的行动 是在按照剧本走吗 那从目前来看 这种可能性是极低的 首先对于以色列来说 是不想配合伊朗 或者是说 与伊朗进行协调 来演这一场戏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 在10月1日 伊朗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时候 明显有更多的愤怒和不满 没有提前进行通告 而是突然发动攻击 以色列也承认 包括空军基地在内 都遭受到了打击 以方确实有损失 而在以方回击的时候 也再次表示的是 不可能像今年4月份那样 双方之间都不痛不痒 以色列要升级对伊朗的行动 一度以色列放风 甚至要考虑对伊朗的核设施 石油设施进行打击 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之下 不可能存在 以色列所谓高台贵手 提前向伊朗进行通报 让伊朗做好准备 所以以色列这一轮的行动 从最初的设计来说 就是要打通伊朗 让伊朗对以色列 有更多的这种畏惧之心 产生更大的所谓的威慑效能 以阻止以色列在下一阶段 跟伊朗在进行博弈之时 承受更多来自于伊朗方面的压力 但是我们会看到 尽管以色列不想与伊朗 共同演这一场戏 但是从这次行动当中 会看到以色列确实买了某方的战 而这一方就是美国 在之前美国对以色列的行动 一直在试图进行影响 以色列深知行动的准备需要时间 而同时也需要谨慎地选择目标 那么现在以色列没有选择打击 伊朗的核设施和石油设施 只是打击了军事目标 当然强调这一次的打击 仍然是伊朗境内纵深的目标 以色列对于伊朗进行了袭击之后 是削弱了伊朗的力量 但是与此同时 从美国方面的反应来看 在此前与以色列进行沟通的时候 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双方之间进行协调 不是说以色列因为美国的压力 而做出了妥协 而是在协调的过程当中 双方有所交换 恐怕未来以色列 针对尼巴能之中党的 后续的行动 会获得更多来自于美国的支持 美国总统拜登希望以色列 此次袭击行动标志着中东紧张局势的结束 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而美国大选在即 两党在中东问题上又有怎样的盘算呢 我们会看到现在球又踢到了伊朗脚下 美国方面的表态 同样强调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信息点 那下一阶段局势的发展 关键在于伊朗是否要做出反应 如果反应 如何反应 首先美国强调这一次的行动 美以之间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沟通 美国没有参与其中 在撇清自己的责任 也就是说美国认为当前中东局势 仍然存在巨变的风险 仍然可能会引火上身 所以现在美国的极力撇清 是试图来减少风险 而另外一方面 涉及到美以之间的关系 美国也深知现在关系极为微妙 在大选临门一角的这种背景之下 美国国内两党对以色列都不会进行施压 那同时美国也会看到 近一时期 以色列的一系列的动作 确实给执政的民主党 带来了更多的困扰 首先在巴以冲突延续的过程当中 美国在回应国内 解救被扣押人员的问题上 美国政府一再难以做出具体的保证 尽管对以色列进行施压 但没有具体的行动落实 尤其是此前 美国公民身亡的事件 带给美国国内选情 更多的这种负面的影响 对于执政党来说是承受的压力 而同时我们也会看到 现在美国政府特别担心的是 随着大选临近 如果中东地区出现局势失控 那么对于选情来说 将是灾难性的后果 那即使在相对有可控制的 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 现在美国政府 仍然在面临着不确定性 因为美国对以色列的一味偏袒 现在美国国内阿拉伯裔的选民 他们在表达自己的愤怒 过去这些选民 他们手中的选票 是很容易被民主党人收入囊中的 但是现在显然出于对拜登政府 中东政策的不满 很多的选民考虑两者都不投 进而来表达自己的立场 以这样的一种态度 来试图影响美国国内政治 未来的发展 而对于这种动向 显然民主党会承受更多的损失 这也是现在拜登政府 必须要顾虑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一次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 美国试图对以色列进行影响 并不是说美国担心 中东地区局势进一步的失控 美国在试图扮演一个救火者的角色 而是美国考虑到的核心 是不希望一切变化 来影响自身的利益 包括国内的选情 以及美国在中东 长远的战略部署 值得玩味的是 美国希望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 到此为止 但是以色列政客公开唱反调 现在就有观察人士认为 这种看似莽撞的挑事行为 其实就是本届以色列政权 希望保住权力的挣扎 也想听听您对此的解读 这样的一种解读背后 是有它的潜在的逻辑性 确实我们会看到 在这一轮冲突 现在暂时告一段落 大家普遍认为 伊朗方面会谨慎回应 伊朗确实也称 自己没有遭受到 巨大损失的这种背景之下 那么对于以色列的国内政治来说 本身应该所谓见好就收 但是现在极右翼 不断地发出声音 不管是甘茨 还是本格威尔都在强调 要继续对伊朗采取行动 这样的一种极右翼的声音 首先反映出的是 本轮巴以冲突升级之后 在以色列国内 极右翼的影响 确实进一步的上升 我们此前都知道 内塔尼亚湖多次组阁失败 最终的选择 与国内的极右翼的力量联合 才组阁成功 而极右翼对于内塔尼亚湖 它的影响 从根本的紧迫性的这种影响来说 就是意味着 内塔尼亚湖 能不能够保住它的总理职位 尤其是在本轮巴以冲突升级之后 内塔尼亚湖自身 面临着更大的国内压力 所以要进一步的绑定 与极右翼之间的关系 而随着冲突的延续 以色列所谓大开杀戒 那么现在以色列国内的这种动向 在进一步的右倾 那么极右翼 他们的影响力也会随之增大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 极右翼强调的是 希望在以色列的安全利益上 进一步的拓展 他们下一阶段的目标 当然是要对伊朗进行 进一步的削弱 同时在中东地区 伊朗以及伊朗主导的抵抗之湖 下一阶段必须要推进的 这种军事战略方面的目标 当然对于这种声音 从内塔尼亚胡本人来说 也在评估其中的这种风险 也就是说他一方面要迎合极右翼 而另外一方面也会看到 如果一味地来符合极右翼的 这种目标来贸然地推进军事行动 对于以色列本身来说 可能会造成一系列的影响 甚至进一步对他本人来增加压力 所以现在一方面在以色列国内 尤其是对未来中东形势的发展 绝对安全的目标 似乎成为一个极右翼 在推进的一个动向 也在影响以色列 下一阶段军事行动 不停火 继续打击 甚至建更多的犹太人定居点 在加沙地带进行驻军等 都是现在极右翼 所呼吁的一些动向 但是从未来中东局势的发展来说 以色列也认识到 如果在安全问题上 不断地推进自己的目标 谋求绝对安全 最终也会在中东地区 引发更多的仇恨 以色列如果开辟多条战线 可能会遭遇到的是 更多的不确定性 所以现在在安全问题上 越来越多的国家 也在向以色列发出警告信号 就是在不断推进军事行动的同时 既带来的是冲突外议的风险 全面战争的风险 同时也在加深 以色列自身的困境 谢谢苏祥辉女医师 我们休息一下 海峡新开线 稍后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海峡新开线 我们来关注日本政坛的消息 当地时间27号 日本国会众议院举行选举投票 1300多名候选人争夺465个议席 当地舆论关注的焦点是 自民党能否获得多数席位 初步投票结果有望在28号凌晨揭晓 据了解 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 本届众议院议员的任期 原本应该在2025年10月结满 10月1号 石破茂当选日本新首相 9号宣布解散众议院 10月27号 日本第50届众议院选举 进行投票和开票 这次日本众议院选举中 候选人总数为1344人 其中小选区有1113人 比例代表有231人 其中女性候选人数达到314人 创历史新高 所有的候选人将争夺总共465个席位 其中包括289个小选区和176个比例代表的席位 当地时间27号上午7时 日本全国45000多个投票站开始投票 部分偏远岛屿地区已在26号提前投票 据了解 大部分投票站将在当天晚上20时结束投票 随后开始计票 据日本媒体报道 这次众议院选举成为日本首相石破茂领导下的 自民公民两党执政联盟的一次大考 近年来 日本政界丑闻不断 自民党因派系政治黑金 给予前统一教会的关系 备受社会批评 日本国民对政党乃至整个政治体系的信任度大幅下降 因此 本次选举当地舆论重点关注自民党能否获得过半议席 如果不能获得多数席位 自民党即使获胜 后续也可能在政策制定上 因为需要联合其他政党而受到限制 而根据选前多家媒体的民调结果显示 自民党选情堪忧 可能面临15年来首次无法获得过半议席的情况 一旦失去过半席位 自民党或将寻求与其他政党结盟 如果依赖的日本维新会 国民民主党拒绝合作 政权维持将变得困难 想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盖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盖线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午节播出的海峡舞报 和每天晚节播出的海峡新盖线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向在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波TV 今天的海峡新盖线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